你好,我是黄光丽 这个视频我想介绍一个钢琴老师在上课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场景 就是学生回课 他谈了一个你上桌布置给他的作业 可能是新的,可能是旧的 谈完了以后 这时候老师说话其实是有一点技巧 而这些技巧可以帮学生更容易去理解老师的指令 我们先说一个老师上课常见的场景 就是学生谈完了 谈完了以后我看很多老师是这样 你这时候谈得很好,很棒,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就继续下一首 或者是,哎呀,你看你这个音 不是都帮我圈起来吗 你这个错音怎么都没有注意到 或者是,你这个地方 我上次上课有跟你讲,但你回家没有练 这些都有,就是不管学生谈得好或谈得不好 大部分我们都是像这样讲 但这样讲其实是有一点问题 第一,学生谈得很好 你刚才讲,哇,你谈得很棒耶 没有问题,我们再往下一首 很棒就是一个抽象形容词 棒在哪 我做了什么事情,所以老师称赞了 学生是很纳闷的 所以这个是我所谓抽象的形容词 抽象形容词没有办法帮助学生太有效的进步 因为他不清楚他要做什么事 可以重复这个所谓的谈得很棒 接下来你说,哎,我这里帮你圈了一个错音 你怎么回家没有改掉 我这里怎么样,你怎么回家没有改掉 他除了知道我回家没有改掉以外 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事可以帮助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一个好的说话流程是什么呢 首先如果学生谈得很好 好在哪,你要跟他讲 你这个地方谈得不错 我觉得这次比上次进步很多 特别是我上次有提醒你这个地方的节奏问题 这个地方大小声 你都把它注意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进步很多 注意到吗 我特别强调的点是什么 不是说你谈的是不是真的变好听 这个事情很主观 是我上周跟你讲你该改掉的事情 你这周真的改掉 哇,所以你进步了很多 我听起来它变得很好听 对学生的影响就是,哦,原来我真的有注意到老师的这些 而且我回家这样练,老师也有看到 所以他真的许是变好听 至少让他知道他做对了什么事情 这是第一件事 你什么地方真的做好 第二件事情 你是怎么注意到这件事情的 是你看到我圈在上面的圈吗 还是回家妈妈有提醒你还是什么 让学生知道,哦,我练琴的时候是怎么注意到这个啊 他自己都没弄清楚 那他如果有意识到他是怎么注意到你圈的这个错音 他下次同样的情形他才能改正 好,所以另一个流程就是 提醒学生,哎,你这些地方进步了 然后再反问他 你是怎么注意到这些问题的 让他随时都知道,哦,我是音乐将才注意到这些问题 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推荐的一个流程 尽量避免抽象型的称赞或抽象型的批评 我上周都缺了这么多问题 你怎么还没有改 这就是一个抽象型的批评 对,我没有改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改 因为练琴时间都在那 那很多老师的定义就叫他没动脑子 那学生多半是不动脑子 而且更多情况并不是他不动脑子 而是他不知道到底要动什么 这个时候需要你去引导他 那希望这个视频对大家可以有不一样的思考与帮助